在这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人黄一技世神 真经四作 九龙拉关 战神行天降世 随着东方神明的接连苏醒 这惊天的阴谋浮出水面 就在刚刚 西楚霸王项羽 提强策马 以凡人之躯 冲杀宙斯的逆天神力 他只为护住身后的人黄地心 为人类留下希望之活 当触碰到这一击后 人们想象出 惊天动地的场景并未出现 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 而项羽终是不负霸王之名 将这一击挡着片里 就下了帝心 可在空中 乌锥马灰飞烟灭 霸王被神力冲击的 伸手一出 彻底陨落 摔至地面 当帝心落地之后 看着眼前惨死的西楚霸王 他眼泛泪光 愤怒 只冲云霄 不死鸟一声名叫 只解飞出 帝心的全身都燃起了 熊熊烈火 这时他双肩之上 轩辕皇帝与赤油的战魂 就慢慢融合在了一起 那耀眼的火光 转瞬间贬为黑色 帝心怒视宙思 吼道神王之邪 必见中 神又如何 血债血倉 话音刚落 他举起手中 轩辕剑 一飞冲天 刺向宙思 黑眼不死鸟 在他身前 为其开路 此时 宙思根本没将其放在眼里 估计冲施 打出神雷光束 可下一秒悲剧了 这光束 竟被开路的不死鸟 燃烧得一干二净 眼看着轩辕剑 到了自己身前 宙思慌忙 抬起双手抵挡 可他刚一动 轩辕剑身 就冒出一黑色龙头 一口咬住他双手 让其无法动弹 刺耳的声音 顿时响起 轩辕剑 从宙思的腹部 直接刺穿 在这天空之上 宙思低头看着自己 被贯穿的身体 右手突然打在了 地心的肩膀处 可他并没有反击 那一只疯狂的眼神 忽然变得包容与清醒 他淡淡说道 华夏人类 感谢你 我解脱了 地心停后 愣在当场 他这才发现 宙思额头处 一个神秘的图案 慢慢消散 而此刻 眼见这个众神之父 陨落于此 西方各主神 群龙无首 乱作一团 就在这时 女娃大神眉头紧锁 如临大地 只见天空突然死裂 十几个黑影 凭空出现 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 那群黑影中 一个骑士装扮的护卫 手持大剑 砍向地心 此刻 这人族最后一位人皇 刚刚使出 全力一击 皇帝与赤友战魂 已经消失不见 这一击 必死无疑 但他不曾畏惧 而是看向霸王项羽的英雄区 默然说道 兄弟 走慢些 我这就来与你共饮千杯 可谁想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天龙火城地 剧烈颤动 化为黑关 九条黑龙也顺势飞出 将霸王身体 拉入关中 一飞冲天 只听龙吟 响彻万里 一个巨大的身影 从空中落下 而随后 众人发现 那个西方骑士护卫 已被批为两半 而这巨大的身影 更是骇人无比 竟然无头 不错 他正是华夏 战神行天 而上空中 突然出现的十几个身影 也慢慢显露了出来 竟然是西方大地女神盖亚 和他的泰坦十二神 而天神乌拉诺斯 海神 彭陀斯 和山神乌瑞亚 全都立于他的身侧 他的出现 让女娲大神紧张了起来 这大地女神 乃是和盘古大神一样 由宇宙混沌酝酿而生 不错 他就是西方的创世神 实力也是绝对的压制女娲 同一时间 一直沉睡的东方忠神 接连苏醒 在竞技场上 七天大圣等混事似猴 也猛然起身 气氛急剧紧张 当女娲大神 看到对方所有人的额头上 都有那个神秘图案之后 慢慢说道 我东方忠神 必将你们解救出来 随着这句话的出现 一个贯穿 整个宇宙的大阴谋 即将浮出水面 可在此之前 这史无前例的东西方 诸神大战 即将开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